即兴创作遭酸!许书豪叹,再也不看网友留言! 3月12日,刚满31岁的许书豪奔响和豪孩子们,粉丝赢,一起庆生,但因表演形成满档,加上正在赶录新歌,始终乔不出时间举办生日会。 直到后来许书豪灵机一动,一夜利用3月29日拍摄新歌MV后的一小段空道,直接在Lude Studio原地举办,Term ON音乐会,并随机筹签选出30名粉丝到MV拍摄现场和许书豪灵距离接触。 许书豪为了Term ON音乐会费尽心思,除了一口气雕唱,金鱼脑,留言写歌,杨宁山,等多首歌曲来,还用粉丝们亲笔写下对自己未来期许的小纸条即兴创作,并请一位粉丝从85到105中,随即选一个数字决定这首歌的歌速, 让众人再次见识到他的超强音乐才华。 许书豪在音乐会上自嘲,我有一次上综艺节目即兴创作,却被孙世set好的,我就再也不看网友留言了,很脆弱。 这次艺人分尸无角,使用五种乐器表演,许书豪从头忙到尾,中途拿几水杯喝水时,因为没有团员和主持人帮忙补空,热场,许书豪开玩笑地说, 我上次去林又家的演唱会,他一喝水就会有人尖叫,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会有这种待遇。 话一说完,粉丝们立刻鼓掌,尖叫样样来,让他开心地说,谢谢你们答应我这种无理的要求。 在音乐会接近卫生时,工作人员送上印有Q版许书豪的十寸蛋糕,让事先不知情的他又惊又喜,粉丝们也发出尖叫声,原来是因为这个Q版许书豪就是出自其中一名粉丝之笔。 许书豪最后除了加满一首《安可曲爱》,还依依和每位粉丝拍照,签名,地蛋糕,铅和力十足。 许书豪豪表示,音乐会去名Turn on有转变和打开的意思,他坦言这次艺人包办主唱,贝斯,吉他,钢琴和曲样机,Push,压力相当大,忍不住大喊,忙死了,忙死了。 但为了尝试以前从来没有玩过的音乐类型和挑战自我,他闭关苦恋多时,就是为了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歌迷,音乐会上和歌迷的互动也将会收录在新歌的MV当中。 对于这次超高难度的演出,许书豪给自己打了100分,他解释,觉得很感动,因为能做这样子视觉结合音乐的演出,其实很不容易,谢谢粉丝和公司的支持,让我能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音乐。 为什么给自己100分呢?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勇敢,很难跨出去的一步,所以我先打高分一点,让我有信心可以继续走下去。 音乐全彩生许书豪去年底推出编赛事,创意是二合一全创作专辑豪,一个月推出一首数位单曲,每首歌曲的剧情缓缓向扣,让歌迷宛如在看连续剧,极具巧思的创意和扣人心弦的歌声,让豪一推出旧好评不断。 除此之外,许书豪将于4月底在全新影音创作平台LUV推出结合音乐、旅游。